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下面一个是《空侯》 我们史书中记载《树空侯》 这个乐器到唐朝是最为盛景的 到宋朝以后开始离开了中国 消失了 好 坐在我们当中的前面的是中国琵琶的演技 一共有三种 最旁边一种是五弦直向琵琶 这个琵琶是从西域传到印度 印度传到中国的一个琵琶 这个琵琶从宋朝以后就离开了中国 已经没有了 下面一个是四弦趋向琵琶 这个琵琶就是我们今天传承至今的一个祖先 这个从西域传到中国以后一直流传到现在 东亚的所有琵琶都是这个就是他的鼻祖 当中两个叫软弦 好 这个阮弦 到了宋朝就离开了中国就没有了这个乐器 那么第一排全是弦乐器 这些弦乐器全是由丝做成的弦 叫丝弦不是钢丝生弦 所以特别困难演奏起来声音比较小 第二排是管乐器 第一个我们看上去叫排销 实际上它的名字叫销 在明朝的时候 在明朝的时候真正的独立的销 就一根的销 它出现以后 这个变成叫排销 原来这个过去直吹的 我们中国叫敌 那么这个就销 好 谢谢 下面一个叫横提 横提呢 那这个时期的乐器 这个是唐朝 它是现在的笛是六孔 子孔六孔 加魔孔 再加飞孔 那么这个时期的魔孔是没有的 这个子孔有七个子孔 我们听听 好 谢谢 好 后面一个是齿八 齿八这个乐器呢 在唐朝这个名字就出现 但实际上这个乐器 在汉朝就出现了 我们听听看 好 谢谢 后面一个是僧 这个僧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 在长朝的时候 有十七黄和十九黄声 是一个非常小的声音 今天的声音已经完全十二零体系 便是一个非常大的声音 有三个四个八个好锤 我们听听看 这个声音是很弱的声音 好 谢谢 接下来是碧莉 比利 比利这个乐器 从汉朝开始就到了唐朝以后 开始逐渐逐渐离开中国的舞台 现在在日本 倒是还有很多比利 我们听听这个比利的声音 谢谢 好 当中 接下来后面一排都是打击乐器 那么打击乐器呢 历史上有大量的外来乐器传进中国 从西汉 不是 从东汉以后 特别是东汉以后 南北朝时期大量的 尤其是印度传进来的乐器 第一个 从那边开始 当中一个叫结果 唐玄中是非常喜欢结果 专门一个叫结果录 南中英都写了一个结果录 然后是描述唐玄中敲干了两箱的结果棒 好 这个乐鼓在整个古代的乐鼓 乐队当中起了一个指挥的作用 好 下面是旗鼓子 旗鼓在这里 好 谢谢 下面是一个腰鼓 吸腰鼓 好 谢谢 下面是个开鼓 好 谢谢 下面我看不见 是一个什么鼓 自己讲 都弹鼓 好 谢谢 后面一个打击乐器 这是一个叫方响 大概在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个乐器 它代替了中国的一个中这样一个乐器 行走用的一个乐器 我们去聊看 非常清亮的声音 好 最后是一个大鼓 大鼓在中国 这个鼓是很长的 我们听听看 好 今天我们的音乐会已经到这里 接下来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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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演出道苦结束